前首相敦瑪迪一生在雙普選中為誠信黨站臺 昨天在選了大港催票之後 敦瑪今天遺失到霹靂州江沙 為誠信黨候選人阿莫達米茲拉票 同時炮轟伊斯蘭黨主席納杜斯里哈迪阿旺 只會吹噓政治實力 其實根本就無法獨立籌組中央政府南城大旗 敦瑪今天和昔日政敵民主行動黨顧問林金翔等 在野黨領袖以及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競選活動 並在活動上一再抨擊烏統領袖和黨員